我们通过包裹查看 面子上面包的是酵素 这个我们怀疑它就是一种蓝包 发现这个来自日本的可疑包裹后 国警人员立即进行拦截并开箱检查 而结果让人有些吃惊 包裹内装有17核人胎素 每核内装有50支人胎素注射液 人胎素是属于我们国家的特殊生物制品 必须办理特殊物品入境审批单 才能够进进 我们工作人员在邮箱内 也没发现任何审批手续属于违规入境 因此我们工作人员对它进行了增扣处理 国警人员介绍 人胎素是由人体胎盘制作 被国内一些美容整形机构所推崇 并向消费者推荐注射服务 在未提供特殊物品审批单的情况之下 也禁止其从海外入境 人胎素是由人体胎盘提取液制成 个人如果私自游击净净 存在来路不明的风险 如果注射一旦注射人胎素之后 有可能存在直接或间接感染的情况 目前长沙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已经通知获主 如果对方依旧无法提供相关证明 国警部门将依法对该批人胎素 进行销毁处理 据统计 2017年长沙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光截获来自日本核辐射地区的食品 以及农产品就达到660批次 总重4.9吨 2017年长沙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共查验进驻进国际邮件 达到1220万件 同比增长是59.3% 我们截获的违京物品是914件 市民邮寄违京物品 如果造成外来生物入侵 或者情节特别严重 将有可能